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ika 师兄 持这份EV 星期二晚直播时间8点钟 Huk Porsong 好 来到家时Huk Porsong 乱乱乱乱 去到G组 G组 G组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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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那場球是和夫斯堡中鋒韋賀斯 請大家特別留意這個球員 高高瘦瘦,會傳也做得不錯 最後也是靠他入球 來比薩就...最近得甲輸過比史浩克林4 最近的方法叫做... 那一回就很嚴重,上一回歐聯之前 那場對來比薩之前的歐聯 都是香壞的,輸了2比0給李昂 對,輸給李昂那裡才奇 那場對王夫斯堡是龍門OK的 古拿斯打得不錯 其他就是天武雲娜 那球球也是靠古拿斯大腳 然後就...一對中... 有一個前鋒,我忘記是誰前鋒 和對方的守衛爭頂,兩個都留下了 然後天武雲娜力壓對面19號 那個叫麥巴布的防守球員 接著就壓過了他,過了龍門 配雲,接著就射入 一球 然後其後8-2分鐘就追回1比1 就是右邊有2號的威廉 在右邊出球,就被韋賀斯射入 整場球我看過,就是望精華 對這個王夫斯堡的韋賀斯 的評價都不錯 那場球其實嚴格來說 下半場王夫斯堡打得好一點 沒什麼看過,所以就不特別太多評價 我個人對於萊比錫,其實都是一般般 都是一般般,很老實 那這場對新尼特 如果看預計陣容呢 預計陣容上就... 和夫斯堡沒什麼特別 那個車仔的借帳 顏柏道就兜浮 這個中堅 但我應該記得,顏柏道 在這個來比石其實不是太多 至於對面新尼特就... 馬琴傷了 馬文娜傷了 是這兩部 前面也是阿朱巴拍著艾斯蒙 這個組合的 那... 唉... 我覺得這場球很近 近喔 但是很近 但是我似乎就... 我覺得坊間也挺看過來比石 少少 我覺得很近 但是這組真的很難猜 這位近的手隊 很難猜 必須說很難猜 總之近呢 這組都沒有什麼心碎 這組 那另外一場 另外一場就是賓菲嘉對李昂 賓菲嘉對李昂 應該是李昂好一點 最近李昂在法格就很頑固 但是賓菲嘉在歐聯度真的... 但是... 算正呢 賓菲嘉就... 這組真的比較弱 斯雲浪不是被人炒了嗎 炒了啦 因為最近都說他的法格很頑固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斯雲浪這麼快被人炒 但是看法格的戰績呢 這個李昂去到尾四 OK 到尾四 最近那個... 八... 八場不勝 OK 八場不勝 那你... 這樣的格局去到十七位 是真的很難不被人炒的 說實話 他那個陣容不應該這個位置的 絕對不應該啦 上季... 上季... 在一個追著PSC 我記得是李昂 差不多 都是緊貼著PSC來搞的 那... 搞到這樣 你怎麼搞啊 我跟你說一下 李昂 今時今日 我看回剛剛上一場 0比0王 Dion 現在的教練是 魯迪加西亞 是 之前教馬賽的 提一提馬賽 再提一次 馬賽教練是 保瓦斯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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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艾奧亞、陶沙特、泰尼亞、查奧爾 你都沒理由連迪安都搞不定,主場 雖然再之前輸給勝伊天,聯賽輸給藍特 打和對貝斯特2比2 再次對聖日耳門沒得說 你看最近李昂的戰績好像都不會入球 真是怎麼搞的 但他掩飾的反而是前場 艾奧亞、丹比利那些 開頭好地地 8月到9月就好像對完亞美恩斯2比2 對貝斯特2比2進了兩球 之後就沒有了 在髮甲裏面 奇怪的是在歐聯中打得不錯 之前贏了,原來比赤2比0 真是為什麼 不知道 慘啊,屎雲爐真是 唉,這樣 其後那幾十場波實在就沒有辦法不炒 可能真的要給一些交學費 其實他都跟過不少人學師 跟過文仙來 不是很多 但始終都是靜教就搞不定 但是巴西國家隊他是滴滴的助教 可能有些教練本身做助教會比較好 或者我會覺得 其實找一隊壓力沒有那麼大的球隊 才會比較好 李昂始終都有少少壓力的球隊 你始終對成績是有些要求的 你不可能以這個陣容去到17位 真的說不過去 歐聯我想他 本來就很有信心 就是李昂的 但是現在 最近那個死人 form 我想都比一比穩陣一點 那三隊也是 那個結量的很難猜 都說這一組是死亡G組 現在4-4-3 他們很近 除了奔菲加是差一點之外 是正常的 是預計之中的 是的 但是現在既然李昂 這個死人 form 可能如果奔菲加 借了這場 又拉回他上來 唉 這組真的比亂世界還要 亂啊 非常之亂 所以我都毫無看法 最後一組 H組 H組都是有場早球 早球呢 就是這個 阿積斯 阿積斯 對車友士 這場早球真是好 看完睡都可以 其實那一晚 車路士之前 那一隊扭卡素 只是看過精華 大致上前場表現挺好的 挺好的 最近這兩三場 不過佐真奴 打得相當不錯 這個第一件事 一定要支出 第二就是 黑森奧黛在左邊 表現都可以 可以 多一個人手 再加上那一隊扭卡素 其實那些佩利石 那些又有出回來 亦都是對球隊的 攻擊力 都有一定幫助 所以其實 現在反而 這隊球 如果那些新仔 譬如說杜莫利 Mason Mount 譚美艾巴咸那些 如果是證實了 在這個層次 都能夠電的話 可以信賴他 然後可以給到機會 磨練到他的潛質出來 其實應該是 可以期待的 這班球員 可以期待 其實現在這樣看 對球的信心是挺好的 尤其是前場的攻擊 的信心是不錯的 尤其是佐真奴 這兩三場球打得這麼好 都很值得欣喜 因為很重要的 如果佐真奴 完全打到他 應該有個卡士的話 中場有他鬥著 比球是好很多的 還有韋利安又翻生 韋利安就簡直是主力 你不用問了 他帶著 其實也是帶著 那些年輕球員 很大身 其實這個 我看到 又有發效果 阿朗素入球 又寫得好 輕輕撥給他 那一刻 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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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球 很重要的傳送 其實都在左邊 現在的疑問 就是 Kamte究竟怎麼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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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他的出場時間 第一 伊朗他受傷 第二 其實 他對現在 比較弱一點的對手 真的不用勞動的 靠斜 說真的 另外兩個 少了出場 Kamte究竟 不用了 Kamte究竟都可以走 現在可以走 現在有會 Kamte究竟 有會 好像 忘記了 發格 發格 不用說發格 差不多 差不多了 他都32 年紀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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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現在前面 都用巴書阿姨 都不用基奧特 可不可以巴書阿姨 也都 漸漸多一點 上陣時間 那些好用的球員 也是這樣 他真的有些 他那個 我不知道 他的職業生涯 是有些混濁的 都是 沒有什麼正選 可以給他 哦 那他就留在國家隊 發光發熱 去國家隊 好像都OK的 基奧特 有日坡 所以 車路士 最近 不錯 不過當然 必須說 對手都是偏弱的 那叫紐卡索 那你還沒遇到一些難 那你對阿姨士 就是一個硬仗 一個考驗 對於 大家都是 有點熱鬧帶身 那 究竟車路士 過不過到阿姨士這兩場 究竟在這兩場 撿不撿到三分 是考驗來的 考驗 我想他應該是 target 贏到 可能主場那場 贏到阿姨士 拿到三分 我覺得 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結果 主場贏不贏到阿姨士 那你沒理由 作客贏到阿姨士 是吧 不是 當你車路士 主場 連華林西亞都搞不定 是 那真的 我覺得 稍稍這組 真的 阿姨士是有一些 超班 在這裏 這一組 看上去 攻擊力挺好 還有 中文後場 如果 迪莊的折套 折班人 是有的 有一定質素的折班人 就是 艾華利斯 或者馬天尼斯 這一類折班人 在這裏 這裏 都可以 他的體系維持到 前場 其實完全沒有削弱 沒有 沒有 中後場 就是中場 迪莊的位置 可能是差一點 利申到馬天尼斯 艾華利斯 那些 搞定就行了 所以這場球 其實 阿姨士 都很有機會 這場球 現在 開頭已經拿了六分 如果一個 不小心贏完這場球 九分 就已經 叫了 已經出線 沒有問題 已經 叫了 所以這個 車路士 但是車路士 最近的演出 是有進步的 好的 是有進步的 所以這場早球 是 是開心的 就是 如果你 你個人精神 不是那麼好 早點有場 有場 刺激一點的球 是好看的 預期會是好看的 預期會是好看的 這一星期 這一天 如果你要選一場 是 因為其他那些 都 有些 當然你之後 國米多夢特 霸賽 都 預期都會緊湊 但是 這一場 是 有些 新氣象 對 有些生氣 即是 年輕人 年輕人 多年輕人 車路士那裏 就是 雙兵 巴克里 最近上了 那 有 高華石 當然 高華石 高華石 好過 巴克里 是 是 但是 又要留意 因為 最近 如果 車路士發揮機會不多 黃馬 就 乘虛而入 說過幾次 卡斯美魯 另外 那麼多一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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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場就是 李爾對華倫西亞的 這場就 二角了 真心推介 華倫西亞 那 那 李爾真是 李爾很明顯 就是 那個 級數上真的 差點 差點 坦白說 你看他 看他幾場勾聯 兩場 都很香 那麼 華倫西亞其實那場 對 對馬體會 其實就 上半場 一般 下半場 就 釋放一些功力 其實這隊的功力是有的 就是 譬如 右邊 可能用多些卡路士蘇拿 用少些菲林托利斯 嗯 前面 用回 打兩個箭頭 沒有那場 只剩下麥斯高美斯呀 這些之類 就算左邊 即是不一定用基利舒夫 那你可以用這個 譬如 這個 古瓦迪斯呀 就算中場計 你剛度比較 柏利組 其實這場 這隊球最緊要的球員 就是柏利組 嗯 就是整隊球 它有佛球 有長傳 又是精神領袖 所以 再加上 其實它的後方 總體來說 是完整的 其實這隊球是完整的 即是 很多 類型的球員都有 但究竟它發揮 楊瑞利 看它的排陣是怎樣 那場 那場 得麥斯高美斯 當然死了 但有些場次 他排得 都 是 差一點點 其實今年的 諾迪高摩里路 是打得不錯的 我覺得 我預期這個 麥斯高美斯 拍這個 諾迪高摩里路 其實都應該拆出到 一些火花 那麼 預計陣容這場 也看到諾迪高 拍這個 高美斯 所以我覺得都 值得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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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擔心 都是在後防上面 施利臣打正選 就差一點點 這個都看了幾次 他打正選 是差一點點 即是長期正選 信心不是很足夠 我覺得都是信心問題 他那個能力 我不太擔心 他在打巴賽的時候 已經有幾場比賽 已經有 已經看到 但是 他那些心理 即是經常性 要面對比賽壓力 就差一點 始終都是年輕球員 都不年輕 都很久了 說真的 施利臣 他這幾年的正選機會是少的 要一點時間 坦白說 如果荷蘭國家隊正選 就應該要打多些正選 合理一點 所以這場球真心推介 華林西 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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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講完歐聯 終於都 趁著 還有加時 多給10分鐘時間 講講 我們接下來 有什麼球打 本來有一場El Classical 改一期 所以不好意思 沒有一場大球 看看英超 英超 有大球 實有大球 你不用怕 利物浦 對於此 大家都想到哪一隊贏 不用問 一致 一致裁定 同意 一致裁定利物浦 主場 主場 岩菲路主場 岩菲路12人 岩菲路12人 氣勢又這麼旁駁 這次近排不是特別好 有點低迷 第一 一致沒有正選龍門 第二 M場沒有贏過 第三 後防又這樣死人款 第四 阿King前面又沒有力 你數一下 數一下 數到這麼多 還不是捧利物浦時候 你捧利物浦時候 你捧利物浦時候 沙拉應該 估計 應該差不多時候 沒有沙拉應該夠 我不知道夠不夠 有沙拉好一點 雖然歐聯 歐聯場 也不要緊 這場 先捧利物浦 真心推介 利物浦贏了 另外就是阿仙奴 對水晶公 這個星期五 你先看一看預計陣容 不是 這個 我先說定 什麼陣容 都什麼 麻煩你去 現在去估計 信心是利物浦會大一點 大一點 不怕 你就算浪布用阿祖安 都沒事 說真的 因為對面實在 實在太頹 最慘 屈腹突 包尾都搞不定 你怎麼搞 還要作一下 正常估計都要利物浦 正常估計 阿仙奴對水晶公 阿仙奴連錫菲聯都在那裡 怎麼搞 EV就不見了 EV留下他們 怎麼知道冰冰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最近沒有怎麼看 因為阿仙奴沒有勾聯 昨晚打那場 我看過賽果 錫菲聯 錫菲聯主場 錫菲聯主場 我知道 但是阿仙奴 阿仙奴 都很強勁 阿仙奴 有幾千萬 八千萬的比比 雖然聽說 我聽外電報道說 那場球都 都拋屍很多機會 我想都留給 阿EV盡情發揮 和鞭塔 其實很有趣 那些戶級球隊 或者打熱血的人 如果星期一 深夜的那場球 很多時候都會 把強女放下 很多時候都是 好像星期五 深夜的那些球 通常會開下盤 很有趣 其實有些機會是 球員的習慣 那個問題 你不是很習慣 在那些 通常都是星期六 星期日打 或者周中 星期二三打 你突然擺場 不是在那一段時間打 我覺得是有些影響 因為這個作息的情況 這個都不奇怪 況且他們 說真的 星期一的球賽 剛才的藥隊 實在也不是太多時間 是真的 星期五就更加小 星期五深夜 所以這場球 都對著水晶宮 真是 不知 水晶宮很難猜 這些北倫敦球隊 這些倫敦都不知道做什麼 一對阿絲奴 一對熱刺 真是 北倫敦那些地方 小心點 那 諾惠治對曼聯 諾惠治剛剛打和 都說連續三場香 會指一指射 曼聯這場球 都很難搞 我覺得很難搞 看看曼聯怎麼搞 是 是 但是不頑 諾惠治有些功強於守的味道 如果你用利物浦那場的水準去看 那就應該沒問題 但是 都不是沒問題 功力一般 功力一般 但是 守就守到 曼聯 但是這場球隊 對駱惠治 啊 他會不會還不保守 打回五後 是 不會 你知 他前面都不是很厲害 現在曼聯 每次都是 將球擲長去 拉斯福特 那些 Daniel James 那些 走就算了 那上一場 馬斯亞也有後備出 那馬斯亞 但是明顯沒有方 沒有方 那諾惠治 有時候猜到上去 如果又打回八月 那時候的水平 那 很難說 即是用曼城的水平 是啊 有什麼奇 真是很老實說 我這場球 沒有什麼信心 說真的 那 還有 你 內置 打打打打打打打都搞到 最後 他要 他要 這場 要 他要 防守 不是太行 那 看回禮拜六 禮拜日那些 禮拜六 就是曼城 曼城對維拉 曼城都應該 沒有問題 說真的 那 其他那些 就 搬離對車仔 車仔最近的方多好 是 只是留意叫做 最近的方多好 沒錯 但是就留意 作俠對搬離 搬離都硬正 搬離都難搞 硬正 那車路士 最近連續三場贏球 都是時候可能 哈哈 不是的 真的 你留意一下 連續三場 聖和父那些 跟著就反反了 所以要小心 那 還有沒有 差開一點 可以 不過有兩場應該要看 好 星期六晚九點半 少客零四對多夢特 打比 又是路易區打比 另一場 星期日的尾場 無信家拍對范克福 都是一些前列的大戰 最近的德格那些 形勢很混亂 是的 形勢很混亂 你是不是要說回形勢有多混亂 你好像無告 剛才說了 說了 只差兩分 一至九 只差兩分 兩分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這個 拍達邦也只有一分 這個包尾 只有八層那些一分 真的 糟糕 好 西格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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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沒有什麼看 沒有什麼重點 重心就偏移了 沒有了 那你也是那些 什麼 如果近一點的 就馬體對不以包 近一點 叫做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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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拿一拿西格榜 頭位 黃馬巴塞歸位 19-18分 居然巴塞還綁手 竟然綁手 真的 是的 看得這麼頑皮 看得這麼馬馬開頭 黃馬尼有時候 近排是突然間沉一沉 都是第二 這個又是估計 你看了近幾個星期 不是 今年是近一點 狀態比較不好 不會再前一兩年巴塞 帶得這麼來 不會三頭馬車帶出來 肯定不會 反而馬體會最近的方法 是挺頑皮的 在聯賽 三場和波 西維爾第五 格林納答繼續 OK 最近 繼續贏 第三位 格林納答 黃蘇第四 最近我都提過 奧迪加特 奧耶沙堡 打得挺好的 奧迪加特 這個黃馬的借帳 真是發光發熱 最近 有去過中場 給球 key pass 才厲害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華倫西亞第十 貝迪斯排第十七位 貝迪斯 貝迪斯真是 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貝迪斯 都是浪費的 都是 這個禮拜 對什麼 貝迪斯 對格林納答是死定的 都是糟糕 作客格林納答 看個形狀就比較難看 看個形狀就更難看 看個形狀就更難看 看一看到時 看一看雨的陣容 看一看怎樣 好 可以稍稍看好一點 格林納答 可以這樣說 格林納答 我覺得都不是好美 也不是好美 也不是太接近 國米對柏爾馬 失力不算太接近 AC米蘭 AC米蘭對羅馬 是最接近 AC米蘭對羅馬 費倫天拿對拉素 最接近這兩場 AC米蘭換回皮奧利 第一場是2比2 但聽坊間說 那些發揮就好 那些發揮就好 那時候大了 因為起碼都把球員正常地放回應該的位置 就不會再把那些素素放在中間 素素放在中間 查看路股放在防守中場 這些壞事 查看路股上一場對來切聽說的發揮挺好的 查看路股真的要打一些線頭後面 這麼高球員 所以有些自稱戰術大師 把那些人白亂點鴛鴦譜 就是這樣 另外費倫天拿對拉素 費倫天拿其實今年發揮 其實對球都頗好看 有列貝利、基艾沙這些球員 所以都很值得留意 這個費倫天拿 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講完了 真心推介 推介了些什麼呢 請大家聽完節目 和看我的姿勢 最近的真心基金都可以的 上一場我都說了 這個深多利亞 就打王零比零 至少吃到半個盤 至少有些少許進帳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 我們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帖 還有很多的朋友 都提供了一些相關的訊息 求談的消息給我們 有時候冬夜那些 就是要多多 就是向他支謝 好 還有沒有東西特別回應 沒有啦 沒有東西回應 沒有東西回應 就下個星期才回應 大家都是注意安全 去做些什麼都好 好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來吧